大家好 我長年住在廣州二十年了 只要有回來 每個星期五晚上 我肯定會到 那我今天 我是 瓜方家人 在地人 接下來我們歡迎 林老師樂團表演 大家好 我們是林老師樂團 好 老師好 真的很不容易 就是 今天天氣這麼冷 然後 還可以在這邊 第四十五個禮拜 對 那 現在我比較沒那麼冷 因為剛剛有吃一個包子 吃了一個反核包 對 話不多說 我們要唱我們的第一首歌 叫做 Happy Monday Happy Monday 他簡單介紹一下 他是在 在寫一個 私業年輕人的 一個 要面對禮拜一的心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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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蝴蝶 它睜開眼 睡著想起 夢裡的細節 在夢裡面 它和愛人相見 誰曾回到 相識的天 剎那間它才發現 囊撞的紙巾 早已沒有 繼續往前 What a happy Monday Just another Monday We should peace for Monday Monday, Monday 早上蝴蝶 它睜開眼 它不再擔心 趕不上開會 它已習慣 睡在公園 也不再介意 被熟人發現 它再也不用經歷 被每年到腦中 Shut up and see that's the way What a happy Monday Just another Monday We should peace for Monday Monday, Monday We should peace for Monday We should peace for Monday We should peace for Monday 我記得保持著不住陽光的字眼 它想再爭取一點 不意識的時間 高山的大人物的笑容依然耀眼 廣告裡的豪債 依舊一聲伴睡 What a happy Monday Just another Monday We should peace for Monday Monday, Monday Monday 我们这个乐团今天就是 我是主唱我叫乙安 他是新的鼓手 鬼鬼 刚刚其实大家叫老师好有点不好意思 但我其实真的是一个老师 我现在在国小教美术 那其实因为教人是美术的关系 所以在学校里就相对比较没有机会 跟小朋友讲和论的议题 但是平常都会关注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 之前有我一个同学 他在FB上PO的一些照片 因为他在兰语教室 然后他当的是导师 然后小朋友就直接面对核废料 跟生活在旁边 然后我这个同学他就很有心 他就做了一个学习单吧 然后他就分享在FB上面 然后我就看到 有一个小朋友的分享 他的分享是叫每一个小朋友 写一封信给马总统 这样子 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就 然后他就这样写 他就写说 他直接就这样写 他说 最后 我想说的是 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不会让何飞料 继续留在南语 这是 然后 先给马总统 这样子 对 然后 我觉得很有趣 好 那我们的下一首歌叫做 冷风从背后洗来 我突然忘记了 下一首歌叫做 重庆南路一段122号 这首歌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这个地址大家应该一定不陌生嘛 像其实就在这边的不远处 然后常常发生一些示威抗议 而且近几年越来越多了 那我会写这首歌主要是因为 因为我太太 我已经结婚了 对 我太太也是一个纪录片导演 她叫傅宇 她最近有拍过一部片叫做 我在台湾我正青春 然后因为跟 我们都是学纪录片的 然后我就是 不得不当她的工作人员 对 所以常常就跟她开始 除了在学校教育以外 下课就会跟她去 跑一些抗争的场合 因为她拍的 被设者有一些是常在 在做社会运动的 那就会觉得每次集结 然后闪掉 然后每次集结散掉 这样的感觉 就 在旁边拍摄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不晓得 她们到底有没有找到很多这样子 对 在重庆那幕一端 一百二十二号 没有地方 比家里的更加效果更好 不管外面有人多么有力的脚 不管外面有人多么有力的脚 里面的你好像依然 听不到 听不到 从今到一端 一百二十二号 没有地方 没有地方 比这里的隔音 效果更好 望着散场的人群 我逐渐明亮 没有回应的结局 其实也不难预量 不难预量 不难预量 有時會自我懷疑 他們醉了意 就是看到我們自己放棄 在憧憬的路一端 一百二十二號 沒有地方比這裡的 我們可以消滅關門 不管裡面的人 聽不聽得到 我們 我們 依然會繼續叫 和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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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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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今天的 干笑 谢谢 謝謝 下一首歌叫做 《最後變成之》 這首歌 你自己唱完就開始了 這首歌它是 在講一個 年輕的時候 常常參加 反對政府的活動 常常參加抗議 常常寫一些 具有叛逆思想的歌 的一個搖滾明星 但是他到了中年 他就想要 找一個沒有人 找不到他的地方 隱居起來 過著平淡的生活 它其實是一部 電影的劇情 我看完這個電影我就覺得 很有感觸 因為我不想 覺得 不應該 不應該這樣子 如果這樣子 如果最後大家都變成這樣子 那 很多事情 都沒有什麼機會 謝謝你先坐下 謝謝 喜歡的 音樂 herb praise 你怎麼寧 Morning 你說 你在拍攝 你想 找一個鄉下地方 讓我散步 看樹 彈結 你說理想的生活 就該像這樣 我不知道 以前的你說想反抗的 現在是否 都已不存在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 你現在所想的 和他們沒有什麼不一樣 我想 我不應該 這麼快投降 我想 我不應該 這麼快投降 即使 他們善於有 很溫柔的伎倆 讓你以為別想太多 才是唯一的方向 眼前的你 不再熟悉 多少對你 也有點同情 讓我不要 變成這樣 還是難道 還是難道 我們最多都會 變成這樣 都 還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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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這樣 誰 也不斷 我跟鬼鬼第一次用木箱練習 其實是我們第一次表演 請問還有最後一首歌 當然有啦 糟糕是我的束縛啦 安可 不好意思因為剛剛聽完那個好廣材大哥口才非常好講的大家都非常的振奮 然後我們一講話就很強 可是其實在車上有想很多人很想講話 但現在都打錯了 最後一首歌是最近我們團做的新歌 然後還沒有發表過 不過這句話有點奇怪 因為我們很多歌都沒聽過 對 所以其實都說你沒有發表過 對我自己來說是輕鬆的 那這首歌呢 它還沒取名字 就是一首沒有名字的歌 然後 它其實在 我在回溯一個我小時候的一個經歷 然後跟現在的狀態來做一個比較 就是小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最近我常想到小時候做過一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 就是我跟我弟弟在忘記幾歲 在家裡面 我們兩個人趁爸媽不在的時候 再拉一條跳繩 那可能在搶 然後我們兩個人背後有一面很大的玻璃門 結果呢 搶著搶著 最後我就鬆手了 然後那個跳繩就彈到玻璃門上 然後就把整片玻璃門都打碎了 這樣 然後 兩個都很害怕 因為 因為想說我爸很兇 回來應該會被處罩 然後沒想到我爸回來以後 我就 跟我爸講說 那是我弟弄的 所以 從小就可以看出我是一個俗辣 對 那 可是為什麼現在我會在這裡呢 那 其實從小到大 都沒有 做過什麼 太 反叛的事 或是叛逸的事情 那 就是 慢慢長大 這樣的事情就越來越多 我說這樣的事情 然後 然後 上次 去年五月來 反個十五六唱歌的時候 的那個錄影 回家 我有播給我爸爸看 然後 我爸爸應該就算是一個 非常 傳統的右派 對 那 他 竟然 非常興奮的想要跟我媽一起欣賞 但是呢 我們 因為父子關係 還沒有 融洽到 可以 真的很 開放的去談論某些事情 所以 這樣的 表現應該也算是一種進步吧 但是我 我想這樣的狀態 我們還在 持續發酵 我也不知道 所以就大概是這樣 你首歌 我們 都要 你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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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发与皱纹 喜欢照片里面的我 坐在你的肩上 白带笑着 谁让它褪色 小时候我们打破了那山马 这个屁股被打得好疼 一转眼 一转眼 你再也出发不懂我们 你用尽全力给我们安稳 长大后才明白 最安稳难得 但是世界是不停变动的组成 眼前的安稳 谁能保证永恒 如果全世界都只追求安稳 那一层的人要如何发现 要是我们继续冷漠不寒恨 怎会有真正幸福的不能 你我选一岁难留相似的重法 你我选一岁难留相似的重法 我选一岁难留相似的灵魂 我们虽然都只是宇宙的过客 我们虽然都只是宇宙的过客 能不能 我们虽然都只是宇宙乐队 大家继续加油 加油